瑞芳海滨里有一处滨海公园 每天都会有民众会前往散步休闲 环境算是相当不错 但是因为有好几颗樱花都已经枯死了 也因此让景观变得打打折扣 当地里长就建议能够改中别的 适合海边气候的花束 来有效改善这里的景观生态 在瑞芳海滨里有一座近两年才完工的小公园 由于临近北35线是通往京旧地区的地带道路 所以不论是平时或假日 总是吸引许多游客或民众前来 可以看到有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旁边绿树成蔭环境真的很不错 不过这里在两年前种上了几颗樱花树 却是都没开过花 这两年前种樱花跟这一棵从来都没有看到花 我就想说奇怪 我们大家都在提倡种樱花 我们这里应该是东北季风 来说应该是它靠那些生风比较多 我请我们有关担任的经济客 我可以先买完这个地方 比较难看的地方 那种手机先把它凑掉 当初因为各里都在种樱花 所以这处公园也种上了几颗樱花树 不过因为临近海边生长不易 因此几乎都还没看到开花 花苞都枯死了 也让地方直呼太可惜 不过这些枯死的樱花树摆在这里 景观反而不好 因此里长也希望能够移除 至于移除樱花树之后 是否要改种些别的耐风性较好的植物 里长也建议可种夜来香等花树 更加美化公园的环境 这成为瑞芳采访报道